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因為金華城弊案遭到家境見 那麼對於整個民眾黨來說當然衝擊很大 現在黨內群龍無首加上不同的事情不斷傳出 所以昨天晚今天召開了緊急會議 今天早上在中央黨部召開了緊急擴大會議 有更多黨內人士都來參與 包含了是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那麼根據了解在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擴大會議並不討論代理主席 有意是以託代變近代後續 那在這個可以看到黃珊珊呢 也出席大概半個小時 那同時在今天來告訴大家 接下來就是要全國開獎要來對抗綠色黨國 而再馬上立院就要開議了 民眾黨的巴協立委該如何何卻何從 可以看到大家非常關心第三勢力的未來發展 那麼來看到現在為了對抗綠色黨國 現在要召開民眾全國開獎來抗議司法濫權 好第一站呢就在周日晚上就要在台北市的這個 近南路的群銜樓前第一場就要開獎了 那在這回柯文哲遭到上銬仗的一個畫面 也是登上了媒體的版面 除了在全台之外還有國際 包含了法新社英國BBC還有彭博社新加坡亞洲電視台 在日經亞洲等等 同時日經亞洲呢還有這個柯文哲的一個專訪 在這個部分那在日本的產業新聞特別也來做出這樣的報導 表示民眾黨恐怕因為全黨挺一人會陷入一個空前的危機 在這一回呢日美報導柯文哲沒辦法脫身反倒被羈押 讓始終自稱堅稱柯文哲清白的民眾黨可能因為全黨挺一人陷入危機 那麼另外在這個部分日本的東洋經濟 好在這邊就說了台灣的政壇怪人 就指的就是柯文哲引發了大醜聞這樣的內幕 所以可以看到在日本的部分對於台灣這一回在柯文哲遭到羈押的部分也是十分的關注 那同時呢來看到這一回柯文哲喔 那麼印象分數這是遠界民調做出的一個在8月26號到9月1號這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的好感度 在2024的5月份當時他的好感度呢4.01分 到了2024也就3個月後8月的時間就來到3.76 在3個月時間已經是下降了6.2% 日本媒體人士版明夫就說了 從今以後啊官司纏身的柯文哲要滿血復活的可能性 他認為已經是微乎其微了 北韵這樣的決定代表著台灣政壇上演10年的柯文哲劇場是落下了一個帷幕 那至於你可以看到這一位呢就是GREZ 那他也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好時事評論吳靜宜 他說信用詐欺師柯P媽寶假面具背後 精明幹練貪財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那更進一步說柯文哲就是完美扮演自己偉大角色的演員 加扮自己是青年政治家 實際上是個演技高超的騙子 這是吳靜宜在他臉書上的一個po文 那還有呢過去非常關注柯文哲的動態的網紅四叉貓 好四叉貓呢也來到了台北看守所外頭是高掘司法迫害的發光透明牌 表示我相信他是清白的這樣來反酸 那麼同時呢在這個館長 館長開直播說實在是太瞎了 好過一段時間你可以看到這個館長呢是非常的力挺 那麼現在遭到這個羈押禁念之後網紅這個館長陳之翰之前不是說呢 要號召百人啊要來這個北檢要來這個在這邊圍堵 不過暫時現在可以看到不衝了好直翰太瞎了 還有呢先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王世堅 因此呢大家就關注第一時間就被問說你要去高空彈跳嗎 因為呢他曾經就下了賭注說如果沒有壓的話 要去高空彈跳 那麼現在呢對於這樣的結果 他表示說不聲唏噓哀驚勿喜 但是也要求柯文哲跟民眾黨應該對小草 還有台灣的社會來鞠躬道歉 好在這個部分呢他也說積壓便當要來補營養 甚至還說還有這個點心啊 那麼可以看到現在檢方是成功的加柯文哲 關鍵理由透過媒體曝光 檢方這麼說的8月30號 大家還記得這一天的大動作 清晨6點半就來到柯文哲家中來搜索 但是呢他將近一個小時沒有應門 因此懷疑他是在畏罪滅陣 那在於黨員炮轟這個理由實在太過牽強 如果說你查不到金流用土利罪都能夠收押的話 那大家也想問問涉及十幾億的超私案 在北檢已經是這麼久時間 十一個月沒有動靜 難道就是逢律犯案就不辦嗎 10年前的9月5號 政治素人柯文哲登記參選台北市長 如今10年後的9月5號 柯文哲因為土利罪被上銬積壓 前後對比境遇如天堂和地獄 柯文哲畢竟曾經得過我們社會上 那麼多民眾的相信 柯文哲欠小草們一個道歉 檢方對媒體曝光讓柯文哲被欺壓的兩大關鍵 一是上週五清晨6點半到柯家案門鈴 柯文哲沒應門將近一個小時 後來插扣他手機 懷疑他有刪除對話記錄是畏罪滅陣 另外檢方說柯文哲對自己帳戶現金支配 掌握據悉名遺 環環相扣 認定他精明幹練 對金華成案不可能不知情 你6點半去按門鈴 那可能還在睡覺嘛 柯文哲如果真的要刪證據 不會等到你要按門鈴才刪的啦 我覺得這是找理由啦 證據不足啊 無法證明說收費的是金流的問題 你要證明他有直接故意去實質影響 專家會議決議的一個過程跟結果 如果沒有跟隨輿論的那種風向 不免懷疑你收押禁見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在野狂紅 檢方查不出金流半貪污 改用圖利罪押走柯文哲 對比超私進口彈高端疫苗 廠商狂賺暴力 超私案11個月以來卻躺在北檢 到底搜索了誰 傳換了誰 顯然是司法有雙標啦 超私啦 或是什麼疫苗啦 一堆這些案子很多年了耶 怎麼都不動呢 而且很多人檢舉啊 很多人告發 那為什麼談到地檢署這麼多年 哪要辦就一起辦啊 滿意外他也完全沒有讓他聚保 那就完全直接壓起來 你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有多少文件是柯文哲蓋章的 柯文哲有沒有變遷 有沒有指示 檢方辦金華城案以圖利罪 擠壓柯文哲 反觀執政黨BM淫雲 超私到高端 牽扯上益龐大利益 百姓就想問 難道如今台灣已是雙標司法 逢律不辦 逢藍痛幹 記者鍾成亮 曹廷涵 採訪報導 好 這個巧合看到是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那麼在9月5號下午遭到反應裁定 加進見 時事評論員黃明發現了 這樣的一個巧合就是在2014的9月5號 來看到對比的照片 當時啊 這個柯文哲呢 是牽著媽媽還有太太的手 趕在中選會登記結局最後一天 登記來參選台北市長 10年之後同一天遭到收押 黃明也說了這10年毀一顆 那麼現在柯文哲涉入金華城案 5號裁定積壓禁見 引發了全球的關注 在國際媒體都有報導 日經亞洲更是以 莎士比亞的戲劇轉折來比喻 東洋經濟更是以第三勢力主角 逮捕大戲形容整個案件的進展 民眾黨黨魁柯文哲涉進華城案 5日裁定積壓禁見 引發全球關注 從日本 新加坡 大陸媒體 到各國大通訊社都有報導 台北地方法院就柯文哲涉貪污案 召開第二次機壓庭 裁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機壓禁見 柯文哲首次上庭的時候 獲判務保請回 即是不用機壓 日經亞洲指出 如果貪污罪名成立 可能會面臨多年刑期 有如莎士比亞戲劇的轉折 因為柯文哲曾是前總統 陳水扁的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 當年陳水扁也因受惠指控入獄 東洋經濟則以台灣政壇的怪人 形容柯文哲 大篇幅報導柯文哲可能有白轉黑的風暴 並以第三勢力主角的逮捕大戲 形容這場延燒多日的必案進展 彭博社強調柯文哲尚未被起訴 並且否認金華城案中有不當行為 宣稱沒有參與其中 法新社則以涉貪遭調查 前台北市長積壓禁見為標題 報導說柯文哲從無保請回後 到財地積壓禁見的過程 而柯文哲四日也接受日經亞洲專訪 批評賴清德政府試圖打壓反對者 指責法律提民進黨服務 坦承不敢說我們絕對沒有做錯 但抱怨媒體炒作放大了錯誤 也對搜索積壓詢問表達不滿 他相信民眾黨有能力應對危機 必須為了黨派的生存和發展 誓言繼續奮鬥 記得沾壓中的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為什麼呢? 如果在這裡很罷流 會啦 你在哪裡? 起床 我不會充滿了 你呢? 做到更 respons的